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上帝的话语 始终如同灭亡的处了一般 求主饶恕我的罪 在这凌晨求主帮助我 我父您告诉我 只有属于基督了 才有忍耐 我父 我总是没有忍耐心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 是我脱离一切的罪恶 唯独圣父 圣子 圣灵是永恒的 只有属于基督了 才能学会基督的忍耐 在这凌晨求我父帮助我 使我学会基督的忍耐 使我能够忍耐到底 使我家庭的一切的忧患 靠着上帝的帮助得到解决 使我们能够把祝福留给后孙 使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 做真实的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在座的各位 大家相信上帝吗 大家相信上帝在凌晨帮助我吗 只有上帝是帮助我的 只有上帝是帮助大家的 无论大家在听什么 那么如果大家不听上帝的话语的话 那全就把自己推向败坏了 那么圣经的话语很明确地告诉我们 我的罪恶都会流到子孙三四代 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 父母犯的罪会流到子孙三四代身上 无论是做父母的犯罪 还是我犯罪了 这些罪恶都会降在子孙三四代身上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的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生命的 我们找一下真言十七章二十一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一节 在这凌晨上帝是帮助我的 全能者上帝在帮助我呀 而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领受 全能者上帝的帮助呢 我得不到帮助分明是我出问题了 上帝的话语是绝没有谎言的 明书记二十三章十九节 上帝的话语是绝不带着谎言的 谁有资格做牧师啊 在我们教会 在三四神学有提到 那么好多假牧师听了 好多假牧师听了也不反抗了 一个牧师成了假牧师的话 那个教会就成了假的教会了 到底谁有资格成为牧师呢 而上帝告诉我 无论是谁 无论是多坏的坏人 只要现在认罪悔改也不晚 只要认罪悔改属于基督了 我们都有盼望的 这是多么好的祝福啊 上帝是给我盼望的 世上有很多种疾病 在这世上治不了的病 而上帝全都能医治 只要靠着基督的保险 是我的罪得到赦免了 靠着基督的保险 是我的罪得到饶恕了 这一切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 好多人分明能来到教会 却不爱来教会 总是自己排斥上帝的祝福啊 真言十七章二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生于妹子的 必自愁苦 于万人的父 毫无喜乐 阿们 那么 我们人 读懂圣经吗 我不属于基督的时候 是读不懂圣经的 不认罪不悔改 不认罪不悔改 不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呢 就读不懂圣经了 自己什么都不明白 还随便论断别人 那么我们来读一下 生愚昧子的 哎呀 生了孩子 发现这孩子是愚昧的 必自愁苦 父母就开始很愁苦了 生了孩子 小孩在小时候呢 还像是我的孩子 怎么大了 长大了就不听话了呢 生了孩子 这孩子却不听父母的话 而且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不和睦 然后父母就说 哎呦 这孩子怎么就像个冤家一样操心呢 生愚昧子 为什么会生愚昧的孩子呢 我们找下诗篇139篇13节 这都是为自己的罪恶的代价 我祖宗的罪恶的代价 为什么好多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是带着疾病出生的 甚至生孩子的时候 却生了一个残疾的孩子呢 好多孩子出生的时候 带着高血压 甚至糖尿病 不爱听上帝话语的时候 说明我内心是属魔鬼的 而上帝的话语全是实话 都是告诉我实话的真理 而我就不爱听 这个人不爱听圣经话语 那说明这个人是恶人 跟这样的人相处 是一起受遭殃的 大家要懂得分辨呀 如果我也不爱听上帝话语的话 赶紧承认哎呦 我也是个恶人呀 一类人聚在一起 我喜欢什么人 说明我也是这类人 真言13章20节 我为什么总爱犯罪呢 我们经常自己被自己欺骗 以为自己很善良 我内心属魔鬼的时候 自己就被自己所欺骗 愿非八章四十三节 四十四节 视频139篇十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二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我在母腹中 你已复辟我 阿们 好多是哎呀 是我的父母生了我 那都是不明白的时候 才会那么讲 动物 动物是不属于上帝的灵 动物是没有灵在心里的 我们人心里都是有灵的 是主创造了我呀 我的生命是主给我的 如果祖宗有罪恶的话 按这个罪恶的代价 如是返还到我身上 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地认罪悔改呀 因为我的代价都会 使孩子们受遭殃了 在首尔有个信徒 他做了四阶段悔改之后 终于怀孕了 那么 他身上怀孕了之后呢 就开始背叛四阶段悔改 不再做四阶段悔改了 结果 他去产检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孩子 是畸形的孩子 就被迫流产打掉了这孩子 那么这样的灾难 怎么能消除掉啊 我在补身子 带怎么养生 怎么还会 有这样的灾难呢 胎中的婴儿是上帝创造的 如果祖宗有罪恶 这罪没有得到赦免的话 这罪恶的代价全在儿女身上了 所以我们需要做四阶段悔改 做四阶段悔改 能消除一切的罪过呀 孩子身上出问题的时候 这都是父母的罪过 也是祖宗的罪过 大家知道 祖宗的罪 降到儿女三次代身上 出埃及记三十四章七节 那么儿女应该怎么办呀 主创造了我的生命 而主把父母的罪恶的代价 全降在我身上了 那这时候我怎么办 我就没希望了吗 不是的 只要我认罪悔改 只要我投靠基督 属于基督了 上帝就消除我一切的罪 是祖宗的罪 和我不再有任何关系了 这是多么多么好的祝福啊 而我们还如此地 排斥上帝的话语 我们还不相信上帝的话语 甚至不承认上帝的话语 我们认罪悔改 趁早地承认自己的罪 别光顾着抱怨发怨言 我身边的人发怨言 抱怨都要说明我也是一类人呀 好多人来教会就像作秀一样 摆摆样子 那么有真心的爱心的话 就真心的去劝勉吧 大家知道 我部族的承认我承认是去一个理发店 那么 那给我理发的这位店主呢 他是小学都没有毕业 但是 他并不赞同他的孩子上大学 因为这店主发现上大学的孩子怎么都那么的不正直 整天在喝酒闹事 所以还不如不去大学呢 那么我朴牧师就告诉他 这位先生 您这孩子 这孩子不属于自己呀 如果因经济困难的话 经济困难的话 朴牧师可以先借给您 然后让孩子打工 可以慢慢地还 孩子不属于咱自己的 孩子想做什么 如果孩子想上大学 就让他去吧 朴牧师就只讲到这 没再多讲 因为再多讲 人家也听不懂啊 那么 我生了一个愚昧的孩子 这是我的罪恶的代价 也是我祖宗的罪恶的代价 不怪孩子 别责怪孩子 而我们做基督的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我们靠着基督的保险 向上帝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的 这一期的灾难 全都能消除掉 如果因我犯罪 导致孩子愚昧了 因我犯罪 导致孩子疯了 这时候做父母的 就失去了盼望 而且夫妻关系也不和睦了 我们找下真音19章13节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只有靠着基督的奥秘 使夫妻关系和睦 每个凌晨正是上帝在帮助我 使我有盼望 那么我们来得到 这么好的帮助 我心里怎么还 这么的顽梗呢 真音20章11节 我的行为能展现出 我心里是装了什么的 我心里总是别别扭扭 不好意思 说明我心里的罪还没有洗干净呢 比如说孩子突然疯了 孩子突然出交通事故了 那么如果孩子在这种悬崖边上 如果父母犯罪的话 就把孩子推下悬崖呀 所以彻底的认罪悔改呀 父母认罪悔改的话 能挽回这一切的灾难呀 而大家为什么偏偏不愿意认罪悔改呢 上帝在这凌晨 给我们立下了这么好的允许 是帮助我的 而我们却为什么 不愿意领受上帝的帮助呢 如果我不明白 不醒悟的话 说明我是最坏的恶人 单一里是12章10节 如果我不明白 不醒悟的话 赶紧承认 哎呀主啊 我是个恶人呀 我这么的恶毒 所以我总不明白 总不醒悟 大家都警醒过来吧 做父母的 先承认自己的罪恶吧 认罪悔改吧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话 赶紧承认是我的罪 因我的罪 导致夫妻关系不和睦 因我的罪 导致孩子不听话 是我的罪 是我的原因 而我们总觉得 我们的问题 是对方有问题 真的是连动物都不如啊 什么样的人爱离婚呀 学历高 文凭高的人 离婚率也更高 世上的学问更 世上的学问学得越多 头脑只被理论和思想填充了 就跟动物有什么区别了呢 我的心灵要属于基督 我们要做尊贵的人 我成了基督的 我成了属于基督的人 这时候 世上的文凭学问 学得再多也懂得支配和管理 就能正确地把世上的学问 教导给身边的人 世上的学问理论 都是支配管理的对象 并不是投靠的对象 我们学来的博士学位 把这博士学位当成是自己的炫耀 自作聪明 自以为是的话 那都是在荒废 而且不想害自己 也害了身边的人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 只有上帝的话语是拯救大家的 真一十九章十三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愚昧的儿子是父亲的破患 妻子的争吵 如雨连连滴漏 阿们 如果生了愚昧的孩子 这时候父母就没有盼头 生活就没有盼望了 好多人闹离婚 闹离婚的人 自己面对儿女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而且儿女都不听父母的话 面对儿女都没有盼望了 孩子整天顶撞父母 孩子甚至瞧不起父母 甚至藐视父母 跟父母顶撞 这时候父母的心是很痛的 那么孩子有这样的行为 能怪谁呀 是我的罪恶呀 是我的罪的代价呀 是我犯罪导致孩子这样 藐视我 是因为我犯罪导致夫妻关系 也不和睦我 大家知道水滴连连滴漏 这是特别大 这是特别难受的 我们总觉得对方让我操心了 比如说孩子不听话的话 我们总觉得是丈夫的原因 甚至是妻子的原因 上帝说了 我眼睛看到的 那都是我的状态 是我的镜子 我觉得对方有这方面的毛病 说明我有这方面的毛病 我才能看得见对方的毛病 这是上帝的教导 是因为我的罪 毁了孩子 导致自己生活上没有盼头了 而且再加上我祖宗所犯的罪恶 而且上帝说了 祖宗所犯的一切的罪 都是我的罪 我要承认祖宗犯的罪 我也同样犯了 这样认罪悔改呀 我们找一下乙夫所书一章七节 每个凌晨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吧 做四季段悔改吧 有些信徒说了 哎呀牧师啊 我夫妻关系不和睦 但我总觉得是钱的问题 有了钱 我家这问题应该能解决 不是钱能解决问题 是我心里的罪恶太多了 而这罪恶都是贪爱钱财的罪 提摩在前说六章十节 马太分十五章十九节 这都是因为爱财的心 贪财这都是罪恶呀 爱财的心就是最大的恶 我心里总有恶念 我心里总有贪钱的恶念 比如说我的祖宗贪污钱财 导致我也贪恋钱财 这时候经济就很困难 经济问题总是没有改善 所以悔改祖宗所犯的罪 悔改贪钱的罪 悔改贪污钱财的罪 那有些人说 哎呀我家性格不和睦 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 无论是什么样的罪过 靠着四阶段悔改 都能使罪得到赦免呀 那么祖宗的罪恶太多太多的话 那就反反复复的多承认罪 多悔改罪嘛 彼得后书三章九节 一日如千年 千年如一日 所以在这凌晨 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吧 首先是自己得救 是儿女得救 是这个国家得救啊 家庭的困难 儿女的问题 夫妻关系不和睦 这都是因为我的罪 是我的原因 比如说孩子操心 孩子不听话 那这时候 丈夫就责怪妻子 那妻子就责怪丈夫 哎呀 我的丈夫整天搞外遇 整天在说谎 我可从来没搞过外遇 我可从来没有伪装自己啊 总觉得丈夫特别坏 但是大家多认罪 多悔改 大家试一下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我心里也一样 我一直搞外遇的 我一直整天说谎的 自己分明搞外遇 但是忘得一干二净 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犯过 那都身为自己 被自己内心的恶魔恶鬼 所欺骗了 那么大家 多认罪多悔改吧 多认罪多悔改的话呢 大家彻底的认罪悔改 做细节段悔改的话 就能承认 我看到的别人的缺点 其实我也有 也是我的罪 所以我镜子里照出来的 那个模样 是我自己 并不是别人呀 上帝说了 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 你所看到的一切 全看成是自己的镜子吧 所以 我们要来到主面前 认罪悔改呀 夫妻关系不和睦的时候 两个人分房睡吧 好多说 哎呀 真是迫不得已一起过日子呀 为了孩子 就凑合过吧 甚至心里总是在惦记 哎呀 总有一天我会离婚的 但是大家做四季段悔改吧 先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那么做了四季段悔改 这时候面对一切都是感恩感谢 什么都没有变化 是我的心里懂得感恩感谢了 是我的心灵得到了意志 心灵得到了变化 这时候面对一切的环境 都是感恩感谢 那这时候上帝引导我的心 认罪悔改 这时候能代替自己的丈夫 认罪悔改 看丈夫犯罪出错了 就能替他认罪悔改 甚至承认对方的错 是我的罪 那么在座的各位 大家心里是平安的吗 还是还处于在责怪对方的那状态呢 还处于定罪别人的那状态呢 还是说能彻底地认罪悔改 甚至承认对方的错 是自己的罪恶呢 菲利比说二章四节 大家先认清自己的状态吧 每个凌晨上帝在帮助 而我为什么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呢 整天在抱怨发怨言 还在找借口找理由 真心地认罪悔改的时候 行为上一定是有变化的 真心地认罪悔改了之后呢 首先能饶恕自己 能承认我是个坏人 能承认自己的罪 不悔改的人总觉得自己特好 那么在座的各位 首先来认清自己的状态 首先认清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 眼前遇到了困难 眼前遇到了问题 这都是上帝给我的问题 弥加书六章九节 上帝给我眼前的遭遇 为的是让我懂得认罪悔改 温顺地接受这一切 顺从上帝的旨意 认罪悔改了 才能顺从上帝的话语 认罪悔改了 懂得顺从了 这时候上帝赐予我智慧与知识 上帝赐予的智慧与知识 使我强大 使我有力量 真切地祝愿大家听上帝的话语吧 听了上帝的话语 只会让我受益呀 敏受上帝的话语 只会让我受益的 夫妻关系不和睦 我的儿女现在不顺利 这时候做父母的心里 很煎熬很痛苦 没有盼望 好多妇女 年过五十了 那么 甚至很多人说 最近 怎么到了晚年 要闹离婚呢 哎呀 我家丈夫已经退休了 也没什么工资了 然后就开始闹离婚了 那么圣经的话语里 都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能使夫妻关系和睦 能使孩子做孝子 那么 首先认罪悔改吧 只要承认自己的罪 认罪悔改的话 上帝能帮助我消除这一切的罪过呀 我眼前遭遇的一切 不怪别人 都是我犯罪了 是因为我的罪恶 是我的罪的代价呀 所以在这凌晨 向上帝认罪悔改 使罪恶得到饶恕吧 这时候上帝使我有新的开始 在这世上是没有道路的 一副所说一张七节 我们读一下一二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 得蒙救赎 过犯得以赦免 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阿们 因我的罪和祖宗的罪 导致自己愚昧了 这时候孩子也愚昧 也祸害了孩子呀 那么孩子愚昧的时候呢 父母就没有盼望了 父母心里也很受煎熬 而且夫妻关系也不和睦 当今的电视剧的内容 基础都是围绕着这一切的 而上帝给了我们答案 靠着基督的保险 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夫妻关系就能和睦了 儿女就能做孝子了 夫妻关系和睦 儿女做孝子 这时候生活是有盼望的 所以趁早地承认自己的罪 不是要求别人认罪 是自己认罪悔改 我承认我是罪人 我承认我是恶人 我承认我心里是恶毒的 我承认我是贪爱钱财的 这样认罪悔改吧 我怎么那么讨厌我的丈夫呢 我怎么那么讨厌我的妻子呢 甚至一秒钟都过不下去了 这都是因为我的罪积攒的太多了 所以趁早地认罪悔改吧 面临的一切都承认是我的问题 是承认是我的罪过 这样认罪悔改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吧 我们每个人都要得到上帝的帮助 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 只有在基督里 才能成为崭新的新人 主啊 主是赐予我祝福的 主是赐予我幸福的 只有认罪悔改 使罪得到赦免了 才能领受这幸福 当今自杀率这么的高 甚至很多人在叹气 我怎么成了这个状态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犯罪了 这都是因为我的罪 再加上我身上残留的祖宗的罪恶 感谢上帝帮助我 感谢上帝告诉我这一切 这是做父母的我犯罪了 导致孩子愚昧 导致孩子固执 导致孩子精神错乱 这都是因为我的罪恶 求主饶恕我的罪 求主帮助我 使我先认罪悔改 使儿女的心里舒适 求主帮助我 向上帝认罪悔改 使孩子成为孝子 使孩子成为爱国者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真切地祝愿大家 发自内心的 真心的认罪悔改 在这凌晨得到上帝的帮助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